数位转型已经是现在全球产业跟市场发展的重要趋势 在未来几年我们认为数位转型会走入一个新的阶段 也就是大部分的企业会朝向Digital Native 数位原生企业来发展 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 所有数位化的服务跟传品将会形成一个新的积极体系 Drive从国外到region到country level的GDP成长 而在未来企业竞争的最核心的关键 在于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创造新的business model 的能力 未来新的business model的类型会是未来一年企业发展的观察重点 第一个呢其实大家还记得我们2016年开始IDC 第一次提出了Digital Transformation 那这两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数位转型已经是大部分 产业跟市场他们follow的一个很重要的准则 也就是去检视他们是否成功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么在未来两年呢我们认为数位转型会走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这个下一个阶段里面更focus在Digital Native 也就是大部分的企业会让自己希望自己move到一个Digital Native的概念 是数位原生企业就是企业呢基本上在印度的时候 Born a Sir就一出生的时候全身血液从头到脚都充满了Digital的思维 在这里呢我们把数位原生企业呢定义了几个特质 第一个呢数位原生企业相较于传统企业来讲呢 第一个它在创新上面是高度增长的 第二个部分呢它是全然以客户为导向 最重要的部分它的推动是来自于Talent的一个运用 各类人才的运用 第四个非常重要的是让这个企业能够成长茁壮的一个最核心的命脉呢 在于数位科技和Data数据 最后一个核心呢是如果是一个数位原生企业 它会非常的在意ecosystem生态圈生态链以及partnership 这是我们看到未来在数位原生企业我们定义的五个特质 所以从这里你会看到呢当我们在定义这个企业是不是Digital Native的时候 然后一个核心是从你的组织到团队到你的人才运用 技术应用你必须包含你的mindset 你是要非常的Digitalize要非常的数位化的 这个东西呢对于2015年出现后的企业来讲 它可能门槛不是那么的高 可是对于一个10年就存在的企业20年就存在的企业来讲 要转向Digital Native来讲它的难度是极高的 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所以未来我们认为呢所有的企业会透过不同的数位科技 来让自己move到这个新的stage 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呢未来我们会发现到 这样的推动之下让我们平台会往前推进一步 我想IDC在过去10年提了第三平台 各位媒体朋友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在第三平台上面呢我们现在把它又进一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4Pillars包含Cloud Big Beta这一类的大家都清楚 第二个阶段在2015到2022年呢我们认为所有的市场会处在第二阶段 这里呢在去年我们已经Define了10个技术的科技的运用 刚刚Will也在一开始都跟大家提到了 透过这10个我们Define的technology的交互应用 创造新的business model是未来到2022年前focus一个重点 但是为了朝这个digital native数位原生企业迈进呢 2022年之后我们会经到第三平台的第三阶段 也就是autonomy这里强调的是自主跟自制 这个自主跟自制的概念呢是我们认为未来从人到物到机器 它可以在任何环境即时的自主做它最终的决策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呢你就必须从网路端到云端到设备端到 编辑端到编辑所有的东西都能connect而在上面所有的资讯 data不管是结构化非结构化你都能够去分析跟 萃取出这些insight所以呢如果从IT的角度来看在第一阶段 Topter 1的时候呢你还是会看到很多的disconnected system 很多系统不相连很多silo的系统很多silo的data它是像孤岛般的silo在各处的 可是未来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呢这些部分的相连会使得未来的决策 可以更及时跟自主的发生当然要达到所有的东西都相连 这个时间是非常的长但是在未来的数年当中会往这个部分来趋近 这是未来我们看到第三阶段一个非常重要的movement 所以到了第三阶段呢相当于前面我们比办的这些技术来讲 未来非常重要的会是包含像gateway界面API这类一些相关的接口 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刚谈到的age相关的computing也是未来的一个关键 另外我们看到呢为了因应这个部分的连结 未来各种不同语音的形态的服务出现更敏捷式的开发 甚至更进一步的资源都是未来当我们move到chapter3的时候 所需要的科技重点 所以今天呢我们谈的10个technology都是围绕在这样的架构之下 去谈未来move到第三平台的chapter3的时候的相关的一些技术应用 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呢是我们在谈我们刚前面如果大概记得谈数位转型 从数位转型到digital native我们看到未来的数位产品服务技术应用 management或relationship这类的环境观点会越来越大 这个部分的贡献呢会使得数位化会成一个一个新的经济体 在这个经济体下呢我们认为从全球到区域到country level 数位数位化本身呢都会变成是GDP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来源 所以我们预期到2021年呢全球有50% 亚太区有60%而台湾则有55%的GDP的贡献 会来自于数位化这件事情 而在数位化的一个架构之下呢企业如果要能够进一步的去compete 或许一个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在于什么呢 关键在于企业是不是能够具备创造新的business model的能力 因为技术已经在那里了大部分的企业也已经导入了 下一个的关键是新的商务模式 而未来在新的商务模式里面呢我们认为有几个部分是可以特别关注的 第一个呢是在如何透过data来赚取你的新的revenue和margin 这里在过去大家已经看到非常多的例子 包含了我们看到一个轮胎的这个公司贝耐利 未来他的轮胎是for free的不用钱的 因为他透过AI跟IoT他要未来卖的是data 他不卖他的实体产品 另外呢共享经济大家已经看到了 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共享餐桌 已经有不同的形态出现 这里我们看的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共享 大家已经看到达美乐在澳洲 他所有的这个平台上面 internet上面呢 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他的配方的定制 所以你的配方一旦被他纳取 放到他的官网上面之后 只要有人order这片pizza 你可以share到3美元的一个回馈金 所以这是一个共享me economic的一个概念 那另外呢risk rewarding behavior based 跟outcome based behavior based我想大家非常理解 现在很多的车商已经跟保险公司来合作 based on你driving的这个behavior 来判断我要charge多少钱 outcome based结果导向的 在美国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医疗院所 开始跟保险公司来合作 当我要charge你多少钱的时候呢 是based on你的医疗的成果 当然这个成果是病患跟这个 防险公司医院他们合作出来的一个 agreement 最后呢以平台为based的新的revenue model 这个部分前两年大家已经看到了 从腾讯的抢红包开始 以平台为基础的这些新的driving revenue 模式越来越多出现 所以我们预期在未来呢 企业在真正获利上面来讲 有45%的revenue都是来自于这类新的business model的创立 选不时的 而我从傻里 Surprise